谁能想到 这位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的男人 竟然是天才调酒师 这两个女白领也没想到 因此他们错过了一位人才 原来他们所工作的大酒店 想打造正统的大台式酒吧 但离开夜只差一位调酒师 眼前这三个男人是过来面试的 部长让他们调一杯最拿手的调酒 第一位大叔调了一杯马丁尼 本以为会很顺利 却没想到部长连喝都不喝就将他淘汰了 理由是他没确认顾客是不是空腹 就提供马丁尼这种破裂的调酒 但部长刚才明明只说要调拿手的调酒啊 这就是考验之一 第二位调制的是绿色炸蒙 部长却要他弄成彩虹酒 这就有点为难了 做法是让笔中不同的材料重叠 但是不互相混合 最终这位调酒师用了1分30秒做了出来 然而结果依旧不尽人意 酒都混在一起了 最后一位是现在网络上最红的调酒师 虽然他很受欢迎 但酒店要的不是颜值而是实力 最终他们三个都面试失败 这让两位女白领非常痛苦 旅馆都开幕营业了 而他们负责的酒吧还无法开张 又要从头开始找调酒师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标准太模糊了 会长对每个细节的要求都很高 而且需要找到能调制神之杯的调酒师 但两人根本不知道神之杯是什么鬼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被手机铃声吵醒 他就是我们的男主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现在还有年轻人不会用智能手机 没办法 每合只好叫他用 然而在男主起身接电话时 两人看到椅子上有本书 原本还想喊住男主的 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根据书签 这本书是在附近的图书馆借来的 与此同时 部长跟会长报告面试的情况 合计30人都不合格 其实部长希望会长能告诉他更具体的条件 神之杯究竟是什么样的酒 会长的回答是喝了就知道 说了等于没说 这样叫他们怎么找 眼看其他部门都在忙 在没有进展 他们只会被丢在后头 这点年头赚点工资真不容易 两位女白领只好加大范围 到处拼命寻找 结果居然不能报公账 之前的开销都要自负 生活不易 他们来到一间饭店买醉 然而就在这时 男主也来到这里 他们一眼就认出来 毕竟不会用智能手机的年轻人 属世稀有 而且男主的书还在美和手里 他表示迟点帮男主还 反正图书馆在公司附近 对此男主很感激他 从老板口中得知 男主的身份居然是调酒师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原本他们对男主抱着一些幻想 直到看见男主连还钱 都忘记去银行取钱的情景 两人只好放弃 到了第二天 两人在网上的帖子看到了 有位在欧洲调酒赛夺冠的人 在伊甸园工作 于是两人立即出发 进到里面后 店里的感觉还不错 令两人惊讶的是 男主居然是这家店的调酒师 聊了几句后 两人总感觉男主的气质 跟之前不太一样 不管怎么说先尝了再说 旁边的客人点了一杯绿色炸蟒 令人惊讶的是 男主还主动提出要调成彩虹酒 刚好是测验时的题目 然而男主一眨眼的功夫就调好了 仅用了30秒而已 而且完全没有混在一起 果然和网上评论一样厉害 既然如此 香利点了一杯马丁尼 还没等男主开口 香利的肚子先叫了起来 得知他还没用餐 男主建议他要不要换成肚鼠笛 比较不劣的酒 好家伙 男主又及格了 为了更进一步测试男主 香利提出更高的要求 给我来一杯比马丁尼温和 以摇荡法制成的调酒 颜色还要是粉色的 这样要求依旧难不倒男主 这就是专业 而美和在想 如果他真的是优秀的调酒师 那他一定知道我想喝什么酒 于是美和留给男主来决定 这难度堪比女朋友口说的 随便吃点什么 对于酒精的承受度强不强 有没有不敢喝的酒 毫不了解客人的话是做不到的 正因如此才能测试调酒师的技术 任由我 请你制作一碟的咖啡 我已经成功了 有没有用的 一旦呀 ゴッドファーザーが有名だけど あのグラスで作るなら ウイスキーバッグ スコッチだから アイランドクーラーとか 炭酸…? ウイスキーと炭酸…? それって…? ハイボールです ハイボール? 私にぴったりのお酒が… ただウイスキーを炭酸で割っただけ… 安主给了一杯威士忌 美和失望至极 毕竟这种东西任谁都调得出来 于是她和香利说 喝完这杯我们就走吧 到头来还是白期待一场 美和认为又要重新找人 直到她喝下一口 滑らかで優しいお酒… これって本当にハイボール? はい… ただし… 美味しいハイボールです 逃不过真香定律 美和百思不得其解 明明很普通 为什么会这么好喝?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 絕对不会背叛客人的职业 一种是医師与药技師 另一种则是调酒師 这两种职业都是因为配方稍微不同 卖出货毒或药的东西 原来男主看得出来 美和十分疲倦 肯定是工作忙碌自顾不暇 没发现袖口上的扣子掉了一颗 而且手表的位置也不太一样了 どうしてそんな… もしかして… あの時… こんな細かいことまで見て覚えていたの? ストレスにさらされた体には… 普通のハイボールのレシピは 強すぎると思いました だからアルコール度数を下げたんです 嘘? だったら味が薄くなるでしょ? 氷です ギリギリまでアルコール度数を落としても バランスが崩れない硬い氷 氷は時間をかけて凍らせると より硬くなる さらに芯の部分を切り出し 冷凍庫で数日寝かせて… 溶けにくい締まった氷にしています たった一杯のために… そこまで考えるの? バーテンダーという言葉の意味を ご存知ですか? うん バーは泊まりに テンダーは優しい 優しい泊まりに という意味です これはただ酒を置く板 バーです でもそこにバーテンダーがいるから バーにテンダー 優しさが生まれる それでこのハイボールを… 私はあなたを試すようなことをしたのに… カウンターの前のお客様にとって ビッタリの一杯を飲んでもらいたい まあ そういうことです これが大変です 無庸置疑 男主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於是到了隔天 他們把這件事告訴部長 从男主的資料來看 他曾經在巴黎担任首席酒保 原來他之前在国外 怪不得找不到這個人選 而香利自信表示 如果是男主肯定能做出神之輩 但部長抱着懷疑的態度 不懂男主為何要回国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問題是他願不願意來我們飯店 還有不曉得他能不能獲得会長的賞食 与此同時 男主对着一片空地发呆 眼神里写满了故事 沒能想到 連智能手機都不會用的男人 竟然是天才調酒師 殊不知他今天遇到一個硬茶子 女人原本是來避雨順便喝點酒的 可他却点了一杯能喝醉 但身上又不能有酒味的酒 真是有夠韧性的 然而他沒想到 男主卻笑著說沒問題 以至於女人覺得他很虚伪 刻意裝出來的笑容 心裡其實覺得來了一個討厭的客人 但你的工作又讓你不能說出口 女人認為男主的工作和他一樣 都是任人抱怨借此賺錢的 面對的客人都很任性 為耍脾氣而花錢 然而男主並沒有聽他在說 而是一直在思考調什麼酒才適合他 那這就叫專業 很快男主就想好調什麼酒 不過需要花點時間 只見下一秒 男主就出門了 兩位女白领就搞不懂了 調酒師居然丢下客人 自己跑了 由於剛才零到一點雨 女人現在有點冷 隨後令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男主的出門居然是為拿個鍋子回來 然後他開始烹飪起來 最終用了兩根香菸的時間把酒調好 這杯調酒名叫公牛子丹 站在女人的眼裡 這不就是一杯普通的熱湯嗎 直到他勉為其男的喝下一口 這幾個 這是一個水餅的水餅 是好像什麼嗎 這也是一個水餅 你怎麼在乖的嗎 是一個水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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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吃嗎 是一個水餅 是一個水餅 是一首的水餅 是一首的水餅 是一個水餅 在這製的水餅 是一種水餅 终究逃不过真相定律 原来女人今天参加了三场没意义的派对 以至于她很厌恶自己 刚才迁怒到男主身上 但男主并不介意 大人的世界就是如此 偶尔需要伪装自己 戴面具活下去 但每天不一定只会发生好事 因此为来临踏上归途而喝的一杯酒 这就是one for the road 在酒吧喝酒 真正该道别的 或许就是一整天下来令人厌恶的自己 好家伙 要技术有技术 要心灵鸡汤有鸡汤 这样的调酒师在哪里找 最后女人在离别前 为刚才故意找茬道歉 然而男主并没有放在心上 反而说 你在最煎熬的时候 依赖了我这位调酒师 这也不是为一种思考的角度 不得不服 男主就是打工人的港湾 美和就搞不懂了 男主是怎么知道 那个小姐是做律师工作的 其实是看到她手上拿的包包 那是一个律师包 香利觉得男主好厉害 看包包就能推敲出职业 这样的人才不容错过 于是美和再次哀求男主 来他们饭店工作 不管你怎么拒绝 我也要说服你 眼看两人又在提这件事 男主只好说出拒绝的理由 这理由也够离谱的 通过查询得知 男主以前工作的空中酒吧 明明就设在顶楼 那么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要说谎 也在这时 会长给两人打来的电话 让他们无论如何 都要拉拢男主来饭店 而会长之所以非要男主不可 那是因为他喝过男主调的酒 由于这间酒吧 有位员工临时请了病假 刚好休息的男主就来支援 会长今天就来到这家店 得知男主就是自己员工 想找的人 于是要一杯 我现在想喝的酒给我 男主和以往一样信心满满 却没想到遇到了硬茶子 接下来不管男主调多少杯酒怎样的酒 结果都一样 用两个字来形容 难喝 自从回国以来 男主还是第一次遇到自己搞不定的客人 还好会长这时突然来了电话 不然男主不好下台 从员工口中得知 会长是一个老板的老客人 每个月都会在老板继日的日期来光顾 但他总是那样挑三拣四 知道这些之后 男主有信心能调出合适他的酒 等会长打完电话回来时 男主给他调了一杯正统的酒马丁尼 而且刻意用遵循古早制法的熟成 十五年的荷兰勤酒 我年寄りだから古い酒 お前の発想は小学生か それにそいつなら 冷凍してストレートで飲むのが一番じゃ 我詳しいんですね マスターが生きていたら こんなもんは絶対に打さん カードの酒屋に自販機があるじゃろ あそこでカップの日本酒買ってこい 釣りは打ちんじゃ はい 傷害不大侮辱性極强 但男主絕不会因此气馁 他盯着手里的冰块 不断回忆员工的话 已故的老板在横冰学调酒时 会长就已经是老板的客人了 不知花了多少时间 男主终于想到了 于是他便邀请会长来酒吧里 然而会长依旧认为 他调不出什么好酒来 却不料这次狠狠八年 随后男主一边调一边讲故事 日本のバーの歴史は 港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輸入の用酒が一般には出回らず ホテルにしか集まらなかったからだそうです 見たこともない鮮やかな色 複雑な味わい そこで出される酒は きっと 芳醇で華やかで 輝いて見えたでしょうね どうぞ オールドパルです 名前の意味は 古き仲間か お客様がいらっしゃるのは 毎月22日 亡きマスターの月明日 お客様は亡くなったマスターに 会いに来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と うまい これこそ あいつの 死んだマスターの味だ 氷も冷蔵庫も貴重な時代 酒やグラスを冷やすこともできず カクテルは 今ほど冷たくなかったそうです ですが 冷房も普及していない頃 かすかな料味でも 十分に美味しさを感じた そうだ これがあの時の どんなに時が経っても 美味しさの記憶は 永遠に残る 歌调的不是酒 而是回憶 会長为了向死去的老闆 表示敬意 而不喝别人调的酒 也不觉得别人调的酒好喝 但男主这杯老友 会長一隐而静 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 要寻找的神之杯 这杯酒害他想起天上的老伴 经过这件事之后 会长对男主念念不忘 ささくら龍 確かに面白い カウンターバーには 何としてもあいつを引っ張ってこい いいな うん おじいちゃんは簡単に言うけど 一筋縄では行かなそう 杯普通的B&B调酒 为何会让女人决心 辞去调酒师的工作 所谓B&B 只不过是将等量 白兰蒂与班尼迪克丁混合而成的酒 一般最适合在睡前小酌一杯 因为白兰蒂的风味 以及班尼迪克丁独特的甜味 让人喝一口就会有醉意 所以被人当作是让人进入梦乡的睡前酒 而女人在喝完这杯酒后 却带着哭腔 说到自己终于能下定决心辞职了 男主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但他知道女人跟他一样是个调酒师 只因一般的客人 在走进酒吧后 不会刻意询问打烊时间 也不会像盯着猎物一般 看着搅拌棒的动作 一旁的会长也没想到男主经这么细 表示酒吧就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就在这时又有一位客人来到了酒吧 而这位客人的身份可不简单 他是一家超一流酒吧的金牌调酒师个人 是将导博调酒师的地位 提升至国际等级的功臣 其调酒上的造诣堪称完美 因此也被人称为完美先生 看到一直坚持只喝一顾老友调酒的会长大驾光临 他赶忙迎了上去表示 一定要为会长调一杯酒 没曾想会长却说 这是一杯经典调酒 起源于1888年新奥尔良的一家沙龙 而酒名中的Five则是来自苏打水的气泡生 可葛元在品尝过后发现 这杯酒与普通的金飞是有所不同 似乎有种奇妙的层次的 像是加了熟成的古老老母酒 男主表示这是自己自创的调法 他认为普通的调法可能会有点无聊 尤其是对一流调酒师来说 原来他已经看出了葛元是名调酒师 其一是因为葛元的右手小拇指上的老箭 一看就是常年咬血科杯造成的 其二便是因为金飞是这杯酒 职业调酒师到了新的酒吧 一般都会选这杯酒来衡量该店调酒师的技术 Shake技巧 酒与果汁的比例 苏打水与冰块的处理方式 调酒师该掌握的基本技巧都浓缩在这杯酒里 男主认为身为一流调酒师的葛元 应该一直都是为了工作而喝酒 所以他希望至少在身为顾客坐在吧台时 葛元能够尽情享受调酒 而至于其中古老老母酒的味道 其实是因为男主加了和三盆糖 和三盆糖是用于制作和国子的糖粉 甜味高雅 风味与郎母酒极为相似 见状葛元也承认男主是一位有趣的调酒师 但这么多年他见过无数喜欢标新利益的调酒师 最后却都淡出了业解 男主的酒虽然好喝 但距离完美还差得很远 留下这句话后葛元便离开了酒吧 此时男主还不清楚这句话中的身影 直到不久后的一次对决 第二天男主在街上偶遇上次的女调酒师 两人交谈期间男主才得知 昨天女人第一次调了B&B给客人喝 然而客人在尝过之后却说她还不成气候 老板也说她不太懂搅拌的方式 调酒师为了避免冰块融化 一定要迅速搅拌且要搅拌均匀 可她反复练习练到水泡都磨破了也还是调不好 在尝过男主调的B&B后 她感受到了其中的察觉 这才有了辞职的想法 男主告诉他调酒师在杯子里搅拌的 其实是对于酒的想象力 酒在杯中的流动 碰到嘴巴石油会如何变化 两种酒如何搅拌 才能在顾客口中形成理想状态 靠的都是想象力 B&B看似简单实则陷阱就藏在这里 全世界的调酒师几乎都犯过这个错误 但重要的是失败之后的事情 如果因为这种失误就选择逃避 不如当初就不要立志成为调酒师 不久男主接到会长的邀请来到了 葛元所在的酒吧 而叫男主来的目的 便是想请他与葛元进行一场调酒对决 随后会长便让孙女美和随便点一杯酒 美和看了眼身旁的红色包包 那就调一杯曼哈顿如何 文言会长也觉得很不错 如果说马提尼是调酒的国王 那曼哈顿就是女王 这时葛元提出条件说到 如若他的曼哈顿比较好喝 那就希望以后能请会长喝他的酒 而若是他输了便当场脱下制服选择退休 很快对决开始 黑麦威士忌六十 红味每次二十 再加一点苦精 汤匙背面紧贴杯壁顺着冰块的动向搅拌 搅拌过头冰块会让味道变淡 搅拌不足就无法呈现一体感 两分半后两人同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这时会长让美和先闭上眼睛 将两杯酒打乱后再让其睁开一一品尝 第一杯美和给出的评价是轻盈又清爽 第二杯则是味道更加圆滑好喝 综合来说的话他更加喜欢后者 而不出所料第二杯正是男主调制的 至于为什么味道会不一样 男主解释说这是因为人的舌头 会对比体温高或低25到30度的东西 比较容易感受到美和 而他调的酒的温度比平时高了1到2度左右 只因他观察到美和在接到电话赶来时 体温升高甚至全身冒汗 所以在调酒时他想着尽量不要让美和受汗 然而此时葛元却开口说道 喝调酒当然会有所谓的个人喜好 但问题在于这杯酒只能称得上是调酒 而不能称其为曼哈顿 美和刚想为男主辩解 葛元就说只要再喝一口就会明白了 果然在他喝下第二口时 就发现味道与之前不一样了 而这就是所谓完美的味道 当调酒师开始缠媚客人 不再追求调酒的完成度时 就等于走上堕落之土了 调酒师要做的应该是 无时无刻都用完美的味道来征服客人 知道了自己的不成熟后 男主也是羞愧地离开了这里 见状美和赶忙追了出去安慰男主 然而男主却似乎有些失态 不久两人来到了熟悉的饭馆中 冷静下来的男主告诉美和 葛元的调酒并不是只有搅拌那么简单 而是创造了一种名为曼哈顿的新酒 所以味道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 也怪不得他会被人成为完美先生 就以这次来说 男主觉得自己彻彻底底的输了 不过美和却说到调酒师的技术 可以靠经验和努力来磨练 可男主身上那种想要满足顾客的一片心意 却不是说磨练就能磨练出来 从这方面来看美和觉得男主并没有输 女人摇晃雪刻杯倒出酒液再加入柠檬皮 但奇怪的是本该漂浮在上面的柠檬皮 竟沉到了杯底 让整杯酒变得更加容易入口 原来这是酒吧老板自己下的一点小功夫 只要挖去柠檬皮中的一部分 然后用勺子将柠檬皮戳入 就可以使柠檬皮吸附在杯底 让顾客在喝酒时 不必刻意避开杯中的柠檬皮 调酒师作为服务业人员 最重要的就是有一双好眼睛 去察觉一些一般人容易忽视的小地方 这天那个差点辞职的女调酒师金子 又来到了男主的酒吧 只因老板觉得他所调制的马提尼没有表情 但他不懂调酒跟表情有什么关系 于是便想请男主调制一杯有表情的马提尼 男主微笑表示没问题 马提尼作为调酒之王调法却极为简单 只需将勤酒与苦爱酒混合就做好了 但这其中却有着无限种排列组合的方式 要使用哪个品牌比例如何调整等等 勤酒与苦爱酒的相遇 会因为调制的人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表情 这也是马提尼为何是一种特别的调酒的原因 金子在尝过男主所调制的马提尼后 果然发现与自己调制的马提尼截然不同 可明明所使用的品牌和比例都是一样的 男主解释说这恐怕是因为没有饮出勤酒的个性 若是加太多水勤酒的香气就会被抹杀 而若是一边避免冰块融化一边将空气搅拌进去 酒里就会散发出一股柑橘的香气 不论是哪种品牌的勤酒只要无法饮出勤酒的个性 调酒师就会称这杯马提尼没有表情 反复思考过后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如果觉得痛苦那还是坐在把台顾客的那一侧比较好 眼看金子似乎有些破防的样子 男主决定再去带他喝一杯马提尼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家男主 还是实习调酒师时常去的酒吧 老板似乎不在 服务他们的是一位女调酒师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位女调酒师所制作的马提尼 竟是以福特加为基酒用摇荡法而制成的 这是国外经常用的一种做法 国内并不多见 入口的一瞬间金子感觉到一种 比勤酒马提尼更锋利 但又在意料之中的味道 入口凉爽还有种深奥的意味 果皮也是做了处理 让其沉入杯底以便让酒更容易入口 金子从这杯酒里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 而更令她惊讶的是 这位女调酒师才刚入行两年半 资历跟她差不多调出的酒却是天差地别 于是她又点了一杯以勤酒调制的马提尼 想要尝尝这位女调酒师 会调出怎样一杯有表情的马提尼 只见她拿出一瓶冷冻至零下四五度的勤酒 倒入六十毫升加入Dashku爱酒 将这两种不甜的烈酒混合 拉长搅拌时间让酒的温度上升 在温度上升一度的过程中 勤酒的香气和味道会随之扩散 并跟冰块保持着同一温度的冰凉 之所以毫不吝啬地将经验分享给同为调酒师的金子 是因为即使做法比例都一样 别人也未必调得出一样的味道 这便是马提尼的魅力 所谓马提尼的表情 亦是调制马提尼的调酒师的个性 虽然心有不甘 但金子也不得不承认 现在的她还有很多不足 就连要成为什么样的调酒师都不知道 文言男主安慰一切都来得及 只要现在开始慢慢寻找 终有一天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马提尼 女调酒师也表示自己也是因此 才报名参加了调酒竞赛 通过指定的酒款来发明原创调酒 只要去挑战大赛 或许就能弄清楚 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调酒师了 文言金子也有些若有所思的样子 而与此同时在另一边 会长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由于旗下法式饭店的主厨请假 会长想要请一位知名法餐主厨山之内来顶两天 然而山之内开出的条件却十分离谱 不仅要求所有食材都要和巴黎当地相同 甚至连水和蔬菜也不例外 考虑到收支问题会长实在难以满足山之内的条件 于是将这个棘手的任务交给了部下神岛 不管是去求神拜佛或是去求神至杯都要搞定这件事 不久神岛便来到了男主的酒吧 在喝过男主调制的一杯莫斯科罗子后 神岛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男主会被人称之为神之杯了 这杯酒不仅好喝 还有种能从中获得鼓舞打动人心的力量 于是神岛便提出想请男主帮忙 用他的酒来让某个人改变心意 不久之后神岛便带着山之内来到了男主的酒吧 请山之内忙饮一杯酒 若是猜中是什么酒的话那饭店就果断放弃 而若是猜错了则希望他能再考虑一下来饭店的事情 山之内作为法餐主厨对酒的知识也算有些自信 于是便接受了这个挑战 很快男主便为其盛上了一杯颜色鲜艳的酒 与其说是红色不如说更像是陈年波特酒那接近茶色的褐色 粘稠度中等香味带有淡淡的酵母味道 而既然是用盲饮来测试 山之内推测这应该是红酒中的一种 从残留的余味来看 他认为这是二十年熟成的奥罗索雪莉酒 然而等男主公布答案时他却傻眼了 只因这是一瓶放了十年并经过熟成的酿造卫磷 是一种用烧酒加糯米与曲菌酿造而成的甜味酒 一般是作为下厨师的调味料使用 知道答案后的山之内却直接起身准备离开 用卫磷代替酒这样的花招在他看来已经失去了宫廷 然而这时男主却为他讲述了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东京曾举办世界试酒师大赛 有一位参赛者将北欧烈酒误认成了美酒 这是因为举办地势在岛国 导致他先入为主味觉被扰乱的原因 但是在后来他却在世界顶级试酒师大赛中取得了冠军 也就是说即使是味觉一流的试酒师 也会因为先入为主的成见而搞混某些事情 而男主推测山之内一定也是因为 日本人的身份受到了不少成见带来的痛苦 一旦使用非法国产的食材就会被骂着称不上法国料理 按照传统食谱中式烹调又会被人说技法不对而遭到否定 因此才会那么坚持要用法国食材 我怎么看 足够的相选方表示 私も同样同样的经历をしました 我当时就试了 日本人幼稚水的味道 我当时浑磨临 当时到这种若果品 当时贿上虚人在尽数 所以 所以 少许多久似乱 us 请 那是我 所以要 会长自从爱上男主调的酒后 还和男主成为了好朋友 自此以后 两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会长十分看重男主的能力 决定好好培养他 他也成为了男主生命中的贵人 美和与男主在会长的安排下 前往山崎征流所 会长表示那里历史悠久 还能观摩酒的制作流程 是最适合提升调酒师素养的地方 两位女调酒师姗姗来迟 而金子却异常兴奋 他很感谢男主邀请他们 因为山崎征流所可是调酒师 这辈子飞去不可的圣地 车子即将到站 帅哥陈先生匆忙赶到 金子看见陈先生都走不动道 急忙向陈先生介绍自己 可陈先生却很高冷 金子递过来的名片看都不看一眼 原来陈先生来自葛元先生 也就是那个调酒界的完美先生店里 难怪说话都这么转 原来是背后有靠山 金子知道陈先生的身份后 更是一脸崇拜 尽管陈先生对他爱达不理 但他还是不要命地寻找 和陈先生的共同话题 看着金子那副不值钱的样子 男主和美和也觉得金子有点貌美 气氛也逐渐尴尬起来 不久之后 五人变到了目的地 日本最古老的麦芽威士忌征流所 男主询问众人 知不知道为何征流所会建在这里 高冷的陈先生这时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表示因为这里是三江混合处 很容易起浓雾形成温室条件 而这种温室气候 正是威士忌成熟的最佳条件 话音刚落 陈先生就获得了大家的一致称赞 没想到他懂得这么多 来这之前还会提前做功课 而陈先生却说 自己不想给老板丢脸罢了 不得不说陈先生 还是有点偶像包袱在身上的 麦芽威士忌的原料是大麦 以大麦与水制造麦芽汁 再加入酵母加以发酵 将发酵过后的产物酒牢经过蒸馏 就成了nupup 也就是蒸馏后立即获得的 为稀释的威士忌溶液 在威士忌的世界里 自己酿造的味道 要五年或十年后才能被人评价 无法向未来的饮酒人做说明或辩驳 因此制造者会贯注自己的骄傲与灵魂 以及所有的心意 看着眼前这些年代久远的酒桶 几人不禁感慨万分 而陈先生看着十二年的酒桶 更是待在原地愣了好久 像是回忆起了什么 因为原酒不需要提供给客人 陈先生更是喝都没喝 这让大家很不解 直到金子提到 可能葛元先生会问他感想 他才勉强喝了一口 男主表示即便不会提供给顾客 但是先记下来也不会有损失 但陈先生却认为这种事没有意义 闲聊中男主得知金子要参加调酒比赛 他很看好他 陈先生却以有事为由 和大家分开行动了 花痴金子这时也忍不住吐槽陈先生 美和也不禁疑惑 他对待客人难道也是这种态度吗 金子表示要是这种态度的话 客人早就跑光了 一旁的男主却解释道 他带陈先生来一起沿学旅行 就是想让陈先生多和其他调酒师交流 希望他能通过这次旅行获得一些感悟 而此时另一边 陈先生正独自一人坐在车里发呆 随后他来到一处竹屋旅馆面前 却被人告知那里早就不营业了 好像被别人买走了 陈先生听后眼神也逐渐落寞 这时他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女孩的面孔 能看出来他对这个女孩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第二天一早 男主正与美和谈论着自己打卡过的地方 看着陈先生失魂落魄地走了回来 男主便叫住了他 随后带他了解了名水之乡的由来 他表示水是威士忌的生命 水滴汇成涓涓细流滋润的草木 在几十年几百年后汇聚成河 也是在一杯杯的威士忌里 饱含了绵延悠久的历史忌 比起一无所知供酒给客人 不觉得先了解其中蕴含的意义 更能传达超脱味道的事物吗 听君一席话圣读十年书 陈先生也明白了不要为了追求意义而做一件事 而是做了事之后 这件事才被赋予了意义 此刻他也明白了男主的用心良苦 男主还给了陈先生一个护身符 陈先生看着护身符 想到了自己身上的那个东西 与这个护身符很像 于是他询问起男主和美合 男主和美合很疑惑 陈先生怎么会有这样的护身 此刻陈先生也和两人敞开了心扉 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那是十二年前的一天 乳秀未干的陈先生和父亲来到山崎出差 他们打算在竹屋旅馆住宿几天 一向严格的父亲 为了让陈先生继承新加坡的饭店 对陈先生很是苛刻 因此陈先生也总是性格沉闷 不爱语言交谈 他的身上也有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 看着年纪相仿 但却乐观开朗的千岁 陈先生便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他很羡慕他 在几天的相处中 陈先生发现原来整天笑嘻嘻的千岁 也有和自己一样的烦恼 但与他不同 千岁敢于反抗 他不愿意听从母亲给他安排的人生 也不想一辈子守着旅馆 他有自己的梦想 他想当一名舞者 他想把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在得知陈先生其实也有类似的想法 不愿走被父亲安排好的道路后 千岁和陈先生打了一个读 如果对方正在吃的冰激凌中奖了 那就要为自己而活 不再听从父母的安排 陈先生要拒绝明天父亲给他安排的行程 千岁则要拒绝母亲安排的旅馆工作 神奇的是 吃完冰激凌后 两人竟然都中奖了 所以他们约定了明天一起去参观祭典 可后来陈先生因为不敢违抗自己的父亲 没能去赴约 这件事也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所以在收到那个祝福护服后 尽管千岁没有质问过他 但陈先生也很难过 原来自己还是这么懦弱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千岁的心意 但一切都晚了 他打破了和千岁的约定 现在的竹屋旅馆也已经不复存在 他再也没有机会和千岁道歉了 但他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他只想知道千岁现在过得如何 是不是真的当上了舞者 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陈先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就在这时 男主却递给了陈先生一杯酒 没想到加了水的威士忌也别有一番味道 味道在嘴里慢慢扩散 让人回味不穷 而这也是累积了十二年光阴的味道 就连色味明显的mewport 只要经过十二年 就会转变为很成熟的味道 男主表示其实陈先生也一样 一般来说人无法将十二年的懊悔 一直惦记在心中 只有正是痛苦的回忆与懊悔 进一步让那些过往逐渐成熟的人 才会是成熟的大人 陈先生此刻也终于释怀了 另一边 两位女调酒师正喝得鸣鼎大醉 旅途结束 陈先生也向男主表明 自己终于理解了调酒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로试着 优优独播剧场 aaaa